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是挑战我忍耐的极限 秦富贵我还非看不口 田小岚 邵总 大厅广众之下 两个队长竟然大动枪火 成何体统 怎么回事 报告邵总 昨天晚上 负责巡查厂房的真机队员 秦富贵无故失踪 直到今天中午才被找到了 而且身负重伤 昏迷未行 属下估计 秦富贵这次遭遇 应该跟敌特有关 应该是敌特 想刺探我厂房内幕 遇到秦富贵 所以杀人灭口 因此秦富贵 是重要的目击人物 属下把老秦 安排在了重症监护室 演进任何人探望 但是田队长不停劝告 非要闯门 属下觉得事关重大 而且一时冲动 就看了下 田队长 是这样吗 对于秦富贵 因何受伤有何重要 我并不知情 我只是想看望我的属下 没想到 田队长如此激动 令我相当难堪 就跟他较起了劲 田队队长 是谁告诉你 秦富贵是重要的目击证人 没有人告诉我 属下是凭直觉推断的 直觉 前几天你无缘无故 说有人窃听 结果大动干戈 只找到了一台收音机 这就是你的直觉 少佐 昨天晚上 皇军还出动了军犬 军犬一直沿排水沟 追到了沟口 而秦富贵失踪的地方 就是沟口附近 这不会是巧合吗 那军犬 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有吗 又是他 还有个人 放出了军犬 军犬顺着沟水到了沟口 而正好吓到了 躲在沟口戒手的秦富贵 当然 我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 如果说敌特追捕秦富贵 敌特能不开枪吗 好 即使敌特不开枪 那秦富贵总该要开枪示警吧 可是你想想 秦富贵的枪 完好无损地挂在腰上 那说明什么 他没有想要示警 那说明根本就没有人 要追秦富贵 是他自己失足落下去的 前夫队长 到 你对工作的谨慎态度 我非常地欣赏 可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千万不要急功近利 就会误导你的判断 无形中让你偏离了工作的重心 你看看 现在你把整个工作重心 放在了医院 看护这个根本没有 任何价值的秦富贵 厂房呢 厂房谁来守 厂房如果出了任何问题 那可是大事 你难辞其咎 长官教训的事 属下知错 属下这就回去 撤 田队长 你不是要看望秦富贵吗 没人来的 据我们的人调查 秦富贵还活着 这消息确切吗 这也是刚刚得来的消息 秦富贵随时有可能醒过来 这对田小满和你 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所以必须除掉它 不行 你们先表冒然动手 我去跟小满商量商量 没有商量的时间 要快刀斩乱马 这个事就交给老成 不行 我还是不能同意 秦富贵现在虽然在医院里 但日本人肯定加强了防守 我们要是贸然行动的话 没准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白灵啊 我觉得你现在是越来越 畏手畏脚了 这是战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秦富贵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所以必须除掉 而且要快 白灵啊 军统的行动组 可不是吃干饭的 这件事 我跟万战长会策往后的 你放心吧 大夫 大夫 怎么了 你看一下 他动了 他会在那里 说什么 他会在那里 就说个是 他的手软 你的手软 我还是不得了 他请举手 你的手软 你 你 不是 这 情况怎么样了 派水沟沟 铁账栏的螺丝上 有新银的痕迹 故意当定 敌毒的确是被军传撕裂 枯燥后 抢先去了派水沟 躲避了军传的追捕 沟外现场发现了两个租迹 直边河堤 请户柜 的确是被军传撕沟地的 他很有可能 看见了敌毒的伤毛 很好 警户柜就怪醒了 在大政经战上之间 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小佐 为什么不相信 潜一飞的分子 在这个时候 潜一飞 天小满 我都信不过 派咱们的人暗中保护秦富贵 务必做好保密工作 千万不要让外人看出任何破绽 我要引军入共 明白 来吧 来吧 来灭口吧 来一个 来一个 我抓一个 还烟 启狱 你可能需要 你会找人 优蛋 你少拿着金毛当令箭 你药力是烧火棍啊 没办法 我有军令才是 行 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这是我带来的一点心意 麻烦你进去转交给他 谢谢队长 吃了饱 看不上 秦富贵还没有死 我知道 万海淘 今晚派人到医院刺杀的 要是 千万不能去 怎么了 金剑 我去医院感觉不对劲 怕是有埋伏 那怎么办 现在得赶紧阻止他们行动 二位 你看看我这水管 看看水管 挺心心的 这水管怎么样 挺好的 刚上的 这里不存 你也有情况 今天千万别躲伤 已经晚了 什么意思 保重已经派人行动了 走 转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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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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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向说已经没有会员的可能 这道直到无法正常走路 说话 交流 甚至连治病的基地语言也做不到 也就是说 这小子虽然保证了生命 但也成了一个废人 我不关心他是不是一个废人 我只在意 他能不能够只认一犯 很难 对我们的意义不大 阿姨 给你花 小妹妹 谢谢你 我不需要花 已经有人付过钱了 她们 去找你 但她不会是一个废人 还要找我 我才能够几乎 跟我们一起去 对手 你怎么这么说 不是 哪个人 这件事 不仅是看生活 还是看生活 这件事 不仅是看生活 我觉得也有法 老秦 幸福官 你认识我吧 你就支一声或者做个表情 老秦 我就指望着你了 你就不能给我点提示 把那凶手救出来给你报仇吗 算了 你就在这儿当死吧 老秦 你能再跟我说话 你认识我是谁 我是不是副队长 来人哪 来人哪 要不是副队长 您的家和杨鲁丘 咱们进去 帮我獇杨 还剩下报仇 所以有没有闻 还剩下报仇 是 所有人都揭上了 很多的警察 是 发现了两足脚印 一个是老秦的 另外一个已经确认是嫌犯的 属下把这照片拿过了加以比对 竟然发现这个鞋印 是我们针基队配发的 制式皮鞋四十三号的鞋地 属下现在就穿着这种皮鞋 那属下是四十一号的 所以 你怀疑这个内鬼 在你们针基队 没错 少佐英明 看着我 这一点我不是没有想过 可是真机队有百十来后人 我总不能把百十来后人 都检查一遍吧 我需要的是证人 目击证人 少总 不巧属下手中 正好有一个重要的证人 谁 秦富贵 他已经没用了 少总说错了 秦富贵可是非常有用 进来 田队长 夏川少佐让你过去一趟 什么事啊 没 没 没说呀 田队长 夏川少佐让你过去的时候别带枪 是 带上来 报告长官 真机队所有四十三号鞋的队员 全部集合到位 请证事 近日查出 真机队有内鬼 而这个内鬼 很有可能 跟排水沟刺探军情案有关 所以咱们必须把他给抓住 秦富贵 是这个案子案发现场的唯一证人 所以带他来指认 大家可能会说 像这样一个浑身不能动的人 一个脑子是不是都不清楚的人 怎么能辨认一半呢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老秦 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 咱们从简单一点的开始 今天是周一吗 今天是周二吗 今天是周二吗 那我们再问的傅大爷 老秦你认识我吗 我 spouse 是孟庶的 我们甚至是孟庶的 那是孟庶 朝言道 心中无鬼 人自安 大家不必紧张 只是个例行公事 不得不查 老金 就看你的了 来 一个一个查 很保留 冲击 是 救命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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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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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田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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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山小岚 山小岚小 我求你放过我吧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 田队长 富贵 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 你听我解释 快 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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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秦娜 这里头可有一个人 是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凶手 你不想把他找出来吗 你就算不为你想 也为你齐儿劳小想一想 你是你们家的顶梁主啊 你说你现在这样 他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老秦 咱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但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你别怕 有少佐给你尝药呢 把这个凶手给救出来 天队长 这是您借我的前驾 谢谢队长 对了 这是家里新酿的白鼠 您尝尝 这些钱还是留给你规律 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吧 不用不用队长 能借过钱救急 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我怎么还能再要您的钱呢 好 既然这样 我就不推脱了 什么时候要用钱 就来找我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总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有办法 秦富贵 你怎么给脸不用脸是不是 好 再给一次机会 把人给我找出来 要不然老子他们逼了你 找什么找 想盗反是不是 行亲的你给我听着 如果你这边找不出这人类 我敢保证你老婆跟孩子会过得很好 重新指认 一个一个打来 谁啊 谁啊 你赠着我干什么 我停下来 你不许看着我 人大 停下来 你能给我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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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来 你不许看着你 你能不能太谱了 丁妃 以后做事多用点脑子 少干不风捉影的事 我打给你 富贵兄弟 你娱乐走好 家里的羁儿老小 我会帮你照顾好的 田队长也在 杰国 你来干什么 参谋长 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啊 老秦也是我兄弟 我来送他一张 老秦啊 我知道你死的冤 你有好多话没说出来 到了那边 你给我脱个梦 把那些话都告诉我 我一定会帮你找出那个凶轴 来替你报仇 这 这 这怎么还不来呢 过来过来过来 怎么才来 坐坐坐 这是钱队长 钱队长 您找有事儿 来 给冯契倒杯酒吧 来来来来 谢谢啊 冯契啊 你来来来 谢谢啊 我听他们说 你一直想进真机队啊 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我就可以把你招紧了 真的 田队长 只要您让我进真机队 别说是一件事 十件事也没问题啊 好 来 你说话怎么不行呀 马上去吧 他怎么回事啊 你快点吃完吧 先生 快点吃完吧 你快点吃完吧 先生 你快点吃完吧 先生 是 强势 搞什么鬼 小白 你也知道害怕了 我们大伙都一直为你担心呢 走吧 我没事 对了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我跟白玲 暗杀了被日本人活捉的军统之后 收到这样一张资料 我知道你能干得够的 你们俩看看这个字体 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是谁啊 这个字体好像是 夫人 你回来了 今天有个人给您送来一封信 好 你下去吧 好 有它有点 有总 小白玲 帽子 有个人 有一个人 我们在海中 让你容易 那天 咱俩 能与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